书生救下一只女妖 女妖为报道她 帮助她高中状元 今天为大家带来周迅的处女座《古墓荒斋》 杨宇卫是一个一心想要考取功名的书生 为了尽心读书 她住在偏僻荒凉的废宅里 这晚杨宇卫正在背书 坟地传来一女子的吟唱 歌声悠扬动听 杨宇卫忍不住对唱了几句 此时门突然自己打开了 一个女鬼的半只身子走了进来 杨宇卫问女鬼 既然来了 为何不以真身示人 女鬼说 杨宇卫才学高深 风度不凡 她害怕被她耻笑样貌 原来女鬼名叫连锁 十七岁时因病身亡 被埋在了前面的坟地里 她生前也爱吟诗作对 今晚杨宇卫接她的歌 接得很妙 所以想来见她一面 说着女鬼露出真身 却又羞怯地用面纱挡住 杨宇卫忍不住揭开 只见女鬼长相清秀十分美貌 杨宇卫看得心头一动 正想抱她 女鬼却一个闪现到了门边 她表明自己只是一个鬼魂 不能和杨宇卫在一起 否则她会折瘦的 杨宇卫这才明白连锁的用意 随后连锁为她弹琴唱歌 可书童进来打断了一人一鬼 原来今天有人到杨家讨债 杨宇卫的父亲被讨债人给欺病了 连锁一听 连忙拿出自己的陪葬物品 让杨宇卫拿回去还债 虽然杨宇卫百般拒绝 但在连锁的坚持下还是照做了 这天杨宇卫的几个朋友来到废宅 听见里面传来一女子的哭声 可打开门 又不见女子的踪迹 在几人的逼问下 杨宇卫将连锁的事说了出来 有人并不觉得吃惊 反而觉得二人 才子家人十分登对 只是不明白连锁为何哭 见状 连锁在众人面前现身 并告知了事情真相 原来前天这里来了个白无常 他看上了连锁的美貌 逼他给自己做妾 所以连锁就来向杨宇卫求助 有人听瞒 当即表示会助他一臂之力 正说着白无常来了 几人出去和白无常缠斗 一个习武的朋友 一箭射中白无常的脑袋 白无常瞬间化成了一滩血水 解决了白无常 最大的隐患已经没了 当晚 青铜一盒的杨宇卫 就和连锁为爱鼓起了掌 杨宇卫按照连锁所说 将自己的精血滴在他肚子上 连锁嘱咐他 十五天后 一听到梧桐鸟的叫声 就要立马挖坟 这样呢 他就能复活 十五天后 杨宇卫按照连锁的吩咐 带着人来挖坟 打开棺材 神奇的事果然发生了 已经下葬五年的连锁 居然真的复活了 众人都连连称奇 之后连锁带着杨宇卫回到连家 想让连副将他嫁给杨宇卫 可连副看不起杨宇卫出山寒门 让他高中状元之后 再来提亲 杨宇卫也是个很有自尊的人 被连副遗弃 真的就走了 并决心一定要高中 说吧 就开始上京赶考 路上杨宇卫因为肚子疼 暂时休息 身后突然出现一栋房屋 看门的人将杨宇卫领了进去 主人的小女儿 娇娜精通医术 她为杨宇卫看了脉搏 原来杨宇卫长了瘤子 娇娜几刀就将帘子割了 嘴中吐出一颗红丹 放在伤口处啊 不一会儿伤就愈合了 可是杨宇卫还没苏醒 身体也变得冰凉起来 娇娜难以气质的说 必须要少女之躯 为她取暖 她才能恢复 原来杨宇卫曾经救过娇娜一家 为了报恩呢 娇娜彻夜为她取暖 半夜杨宇卫终于醒了过来 她问如何才能报答娇娜的救命之恩 娇娜不答反问 原来杨宇卫的病因 是她缺少了一股精血 她想知道杨宇卫到底把精血给了谁 杨宇卫将她和连锁的事全数告诉给娇娜 娇娜听闻她和连锁的事不仅没有责怪 反而祝福她俩 并为杨宇卫准备了书房供她学习 杨宇卫才是渊博 然而文章写的好是好 就是有点小问题 娇娜的父亲劝告她 文才好的人不会耍花招 只能在私塾里当教书先生 真正能往上爬的都是些会耍手段 文章却写的不怎么样的人 那些考官可不会欣赏文人末世的酸词 说不定哪句话惹得她不高兴了 还会落个月出八股常规的罪名 为了避免遇到这种问题 娇娜父亲告诉她 将古书中的陈具拼凑起来 考官保准对她青睐有加 杨宇卫听完若有所思 很快杨宇卫和书童进了京 两人住进了西郊的一间寺庙 在杨宇卫入住前 还有两名男子也住了进来 一个是进京赶考的书生王生 另一个则是叫燕赤霞的怪人 据小和尚所说 燕赤霞整日将自己关在屋里 那王生却每天都要外出 正说着王生回来了 还偷偷带回一个半路捡到的少妇 少妇自称是被父亲卖给了财主做小老婆 但财主的大老婆每日打骂她 所以才偷跑出来的 而王生也见色其异 将她带回了自己的房间 燕赤霞看出书生被腰缠住 于是劝告她 再这么下去 命不久已 书生却没当回事 早上杨宇卫正在晨读 突然听到王生屋里传来声音 往里一看 一个罗刹正在画着人皮 画完后 她将人皮往身上一披 立马变成了那名美少妇 原来少妇竟是妖怪 半夜 杨宇卫正准备入睡 桌上的花盆 突然自己转了起来 接着长出了一束桂花 就在杨宇卫奇怪的时候 门自己打开了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传来 一年轻女子 突然出现在屋里勾引她 被杨宇卫以赶考的理由拒绝了 女子却觉得她在装正经 继续纠缠 杨宇卫只好搬出燕赤霞 再不走啊 她就叫人来了 女子这才害怕的离开 走前呢 给了她一定金子 却被清廉的杨宇卫再次拒绝 不想第二晚 那女子又出现了 女子原来是桂花树精 名叫聂小倩 证人君子的杨宇卫 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不忍心害她性命 告诉杨宇卫一个事实 昨晚那顶金子是罗刹店的 可以取人心肝 她是被罗刹所破才这样做的 现在她失败了 罗刹一定会亲自来找杨宇卫 只有搬到燕赤霞的房间 杨宇卫才能躲过一劫 并希望杨宇卫脱险后 能救一救院子角落 那棵僵死的桂花树 杨宇卫听从了聂小倩的话 连夜搬到了燕赤霞的屋子 半夜罗刹吃完王生的心脏 又跟着杨宇卫来到燕赤霞的房门外 杨宇卫害怕的呼喊燕赤霞 这时地上的一个盒子动了起来 突然蹦出一个法宝击中了罗刹 很快罗刹就消失了 原来燕赤霞是一名除妖侠客 住在这里就是为了除掉这只罗刹 如今除了妖 她也要离开了 正好杨宇卫也要去考试了 临走前 她为聂小倩的本体浇了水 桂花树也就此复活了 很快杨宇卫进了考场 写了一天考卷后 她累的睡了过去 半夜桂花经出现 将她的文章和另一个人的调换了 说是为了报她的大恩 可杨宇卫一看这文章啊 狗屁不通 怎么能考中呢 没想到她真的高中了榜首 可杨宇卫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但也只能无奈苦笑 荣归故隶的杨宇卫路过焦那家 正准备进去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 却发现他们一家正在哭啼 原来焦那家正大难临头 即将遭遇雷霆劫难 杨宇卫当即允落 要帮他们度过此劫 焦那父亲交给她一把宝剑 明天中午她拿着剑站在门口 不管雷霆怎么轰击 都不要动弹 第二天杨宇卫按照她说的持剑来到门口 雷电顿时击下 就在即将结束的时候 一只老鹰叼走了焦那 杨宇卫为了救她被雷电击中 焦那为救她将红蛋喂给她 至此杨宇卫终于醒了过来 不久杨宇卫和淑童回到家乡 可正当她准备上连家提经的时候 却发现那里一片荒凉 一打听才知道连锁已经死了 而连父连母也早已搬家 杨宇卫震惊不已 为纪念连锁 她住进了连家老宅 晚上连锁出现在房间 原来杨宇卫走后 连父便反悔 将她许配给了一户门当户对的人家 连锁伤心至极 又联系不上杨宇卫 最终绝望选择自尽 如今她又变成了鬼 而且她死相难看 也不敢和杨宇卫相见 杨宇卫说自己不在乎这些 决定和连锁重温旧梦 连锁便带着投杀和她 同床共枕 半夜杨宇卫暗纳不住好奇 揭开了连锁的投杀 却被吓了一跳 原来连锁并没有骗她 连锁醒过来十分难过 并决定要离开她 杨宇卫急忙挽留 这时她想到交纳给自己的红单 立马将红单给连锁吞下 连锁之后很快恢复了容貌 而自此一人一鬼展开了全新的生活 古墓荒斋改编自蒲松林的聊斋之意 融合了连锁画皮小倩和交纳四个故事 对科考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表达了蒲松林对仕途不顺的愤懑 同时也在幻想可以通过外物的帮助获得成功 可能这也是作者的苦中作乐 故事中的人与妖都没有绝对的善恶之分 而在蒲松林的作品当中 妖大多都是善良的 高度与人共情的同时 也带给读者兴起的阅读体验 其中蕴含的思想 更是让辽斋之意 对后世影响深远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下期见